我一開始主持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知道我是誰 我要很努力的帶氣氛 他們才會有一點點回應 我現在去校園 我都不用講話 我只要走出來就會有尖叫 所以那感覺差很多 蝴蝶 蝴蝶怎麼了 蝴蝶依舊狂戀著花 蝴蝶依舊狂戀著花 你卻錯過我的名字 我不要有什麼師徒關係 但是我很注重就是說 今天你既然走這一路出來 我站在你的前面說你兩句 全部只為你好 但是你不要自己沉淪 閒於翻身 黃南輝非常珍惜現在擁有一切 他的收入變好了 他節省的個性卻依舊沒有改變 我是屬一個超節儉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都沒有錢 我的所有的錢幾乎都是拿來吃飯而已 同學都問我說 你怎麼每天都穿一樣的衣服 我就說 對 我有一樣的很多套 對 我都不敢說 我就這兩套換來換去 所以有這一樣的系列這樣 我從來沒有買衣服 也沒有買鞋子 我鞋子跟衣服都是我哥哥 大哥哥留給我的 他很疼他老婆孩子還是滿好 可是他有一個缺點耶 很群俭 群俭是美德 好啦 這是許孝順給我的 然後我所有的系列都是人家贊助的 我自己買的我算得出來有幾件 對 然後這鞋子也是人家送的 我到現在都還是超省的 韓國菜胖沒生夢 這五歲 韓國菜胖沒生夢 這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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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他這樣子是太over 省過頭了 我覺得他應該自己是知道的 那我是希望 能夠給他我多一點的 對他的愛 對他的關懷 讓他能夠 慢慢的 變成一個正常人 我老婆之前買了一個 褲子的皮包給我們 他花了六千多塊 我罵他罵了六個多小時 我說我就不要啊 我就爛爛的 我就可以裝錢 而且還有那個 那個零錢袋多好 他買給我一個超時尚 超時尚 然後就這樣 然後打開錢還要夾這樣 我說那我零錢要放哪裡 我零錢咧 我這零錢包不見 然後這樣比較時尚 大家都用這個 然後我唸他唸了六個多小時 到最後我還是用 因為是我老婆的親密 大家都說我不能罵他 黃鐙輝三十而立 未來的路還很漫長 他不敢保證自己的演藝事業 可以長久 但有機會就緊緊的抓住 畢竟這是他幼時的夢想 他說他要去賣豆花 黃鐙輝賣豆花 就是 他說他要去賣豆花 我說我賣豆花就賣豆花 很開心就好 看起來就是比較那麼高 他就掉了人家 又不是說他很… 很安靜 你好… 乖乖一種年 開始了嗎 對不對 不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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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驚人 我很感動 怎麼 雖然在金主簽 還有人有用心 還有補票 如果沒有補票 我這時候就慘了 我就要再慘了 回來 他會吸引我就是 他的 黃鐙輝賣豆花 他是我要的 所以我只去念燈灰 就是這樣 琪琪很坦白地說 自己很喜歡黃鐙輝 他幽默風趣 讓他好心動 愛上的黃鐙輝 是在一個生病的下雨天 我說我是發燒生病 我要去醫院打針 然後所以燈灰他就說 我有開車 我剛才有開車 我要載你去 他就帶我去 你結束時候打電話給我 我再回來載你 可是我就沒有打了 我就自己走回家 但是我就 是這個時候才發現 燈灰他是一個很善良 然後是很願意去幫助一個 不認識 又沒有認識很久 朋友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戀情 是在某一種 刻苦耐勞的過程當中 產生的情愫 因為黃鐙輝 之前曾經被一個 他的錢女友 他倒了幾十萬 所以他很不相信很多 關於男女之間的 那種情感的問題 他跟黃鐙輝交往的時候 他是在一個法院 法律事務所做電腦工程師 也是蠻多人追他 都很有錢的 他都不要 他都喜歡黃鐙輝 黃鐙輝熱心善良 深深适應了起情 從那一刻開始 他就決定要照顧黃鐙輝 為他整理打掃 生活所事全都包辦 不過不論他怎麼付出 黃鐙輝卻像根木頭 無動於衷 會很多疑 因為像 我會覺得 那時候啊 我每交的一個女朋友 我都會覺得 他會不會以後 就跟我媽媽一樣 最後離開我了 我每個都會這樣懷疑 對 他會幫黃鐙輝捏捏背啊 捶捶腿啊 然後幫他洗衣服啊 幫他帶便當 幫他洗床單 就好像他的努力一樣 就這樣子愛著黃鐙輝喔 剛好我有一套是黑色的床罩 我媽不准我用 因為說那是死人在睡 黑色的床罩 我覺得很時尚啊 但是媽媽就覺得說 那個是死人在睡的顏色 黑色的 他就不吉利 我就把那黑色 送給黃鐙輝 後來我就幫他全部都換好 因為我有養貓 貓毛我就幫他清乾淨 然後我就 那天也打很久 然後也在那邊睡著了 那從此以後 我就不想回家睡了 他每天會來我家 幫我寬出來耶 然後哪邊髒 然後哪邊 然後如果我餓了 我就要說 我好像有點餓 下一秒就會有東西出現耶 對啊 這現在都沒有了喔 現在真的是 我餓了 要不要去買東西 給你祖母吃 對 現在變這樣 奇奇喜歡黃鐙輝 周遭的好友都知情 不過師傅 許孝順卻不看好 他告訴奇奇 要綁住黃鐙輝呢 只有一個方法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 你們兩個是不同世界的人 那我有跟奇奇講 你唯一要把他留住的就是 把他生小孩 然後就把他綁住 那搞不好 他就聽到這句話 然後他就去設計他 對 今天不用有任何措施 不用防備 開心就來吧 然後就讓生了一個 他的講話一舉一動 我都覺得好好笑喔 我覺得好開心喔 這是重點 然後就沒有壓力 他覺得他也很需要有人照顧他 奇奇心甘情願的為愛付出 黃鐙輝就是不領情 周遭開始出現了流言蜚語 把奇奇說得很難聽 小女孩心裡很受傷 這個時候黃鐙輝終於跳出來了 被同朋友同伴笑說 那你這樣 你是盜追人家 人家又不一定喜歡你 所以呢 聖宵乘上的那些 那些話傳到他耳朵裡面 他一直哭 哭很久 然後 好像有一次 那個奇奇也下定決心說 好啦 那我就不要再去了 對 就突然間黃鐙輝這個笨蛋 就覺得說 好像家裡少了一個什麼 對啊 很少有女生對他這樣吵 我真的覺得他 好可憐的 我已經受不了別人這樣子講他 你知道嗎 我就站出來跟所有的人說 他是我的女朋友 不要再講這種話 就等於是你被證明了嘛 那當然就很開心啊 那很開心之後 我就不會 其實也不會說 想要對他們做一些不禮貌的舉動也不會 那就是我已經是名正言順 那你們就也沒有理由再講些有的沒有的 身份被肯定 奇奇欣喜若狂 兩個人正式地展開交往 沒多久 奇奇就傳出了懷孕 黃鐙輝她的反應 卻很錯愕 常常來說 媽 她說媽媽怎麼出事啊 我說什麼情形啦 她說有了耶 有什麼有了啦 我一一有四人 我還有四人就出了 她都出了一個幾年 就是什麼人的 我們知道 如果要說老闆 我也載到八月了 你們要看誰 孝順 對啦 就家裡在尋孝順 不過尋孝順就沒有黃鐙輝了 看到很多不順眼 第一個她對家庭不負責任 她一開始有小孩的時候 是打電話跟我講說 她要拿掉啊 我說你沒有錢 我就把你拿 看到底要是姓黃還是姓孝順 沒錢我結婚我姓酒 其實有一段時間我也蠻辛苦的 但是我敢這樣跟她拼 她的那種 她對那種事情 她都不正面面對 這是讓我最生氣的 黃鐙輝願意負責任 兩個人在2020年的1月19號 登記結婚 婚後產下了一女 因為是太子幫的第一個後代 所以她的小名就叫做黃太后 但黃鐙輝初為人父 她的感覺卻有點怪怪的 我老婆都會要求我 我回家的時候 要把女兒抱起來說 爸爸回來了 爸爸親親 我就去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回想不到 有人曾經對我做過這個動作 黃鐙輝和起席 都是來自一個單親的家庭 他們的童年曾經有過缺憾 現在自己當了爸爸媽媽 最大的心願 就是要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 滿滿的愛 我會希望 我們家那個黃藝萱的黃太后 就是她能夠生活得很開心 然後她想要什麼 都可以達到她的需求 就是願意給她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 小孩沒有爸爸沒有媽媽 真的很可憐